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课程 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订阅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组绝对值 咱们讲讲如何求数组每个值的绝对值 是这样 在咱们深度计算 或者说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 是不能够出负数的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求个绝对值之后 再加平方 再开根号 等等的处理 对吧 那么这个绝对值的操作 就是必不可少的操作之一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很简单 NOMPI给咱们提供了数组绝对值的函数 大家请看ABS 对吧 在所有其他语言中的绝对值函数 都叫ABS 咱们就学习一下吧 好咱们先少讯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我的知识的课程 我尽量控制在三到五分钟 咱们先少讯 马上开始 首先input一个NOMPI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咱们Google的collab 完全的没有问题 非常好 然后咱们怎么办 首先咱们先声明一个A数组 然后把数组中每个元素减一个5 咱们想想 咱们调用的是NOMPI Range函数 传一个10进去 它可能返回的是0到9的EV数组 对吧 然后每个元素都减一个5 把它A打印出来 咱们看结果 马上开始 Go 大家请看 出来的结果是 -5开始到正4 对吧 那么这个数组 就要有求绝对值的要求了 对不对 把负数要变成正数 好不好 该怎么做 是这样 这个地方 我给您提供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F1 一个是F2 有什么区别 F1大家请看 F1我用的是Python的求绝对值的函数 它同时也可以传一个数组进去进行求值 另外呢 这F2我用的是NOMPI的ABS求绝对值的函数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 您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我给您的建议是 既然咱们操作的是NOMPI数组 我优先推荐您使用NOMPI提供的函数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没有好坏之分 好不好 马上开始啊 咱们定义两个函数 开个块啊 定义两个函数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分别执行这两个函数 看打印出来的结果 再开个块 Go 大家请看 这两个函数运行出来的内容都是完全的一样 也就是说 不管是Python的函数 还是那个NOMPI的函数 它都能够对NOMPI的数组进行操作 这也是一个小知识点 请您注意 但是呢 我优先推荐您 既然是NOMPI的数组 那么就使用NOMPI的函数 比较合理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求NOMPI数绝对值的方法 希望呢 对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今天我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趣的朋友呢 下载运行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